我的氧氣在叫 月薪35萬還請不到醫生 台東醫院成功分院 護理師被迫得一人當兩人用 你這應該沒有拍吧 醫生人手不足 護理師得幫忙尋防 還要幫忙檢測 每個月有1600人上門看病 平均也有450個人掛急診 沒有醫生遇到重症 只能選擇轉院 甚至放棄治療 所以他如果真的關掉 但是你又要附件 一個禮拜起碼要五天 對 那怎麼辦 你要去哪 怎麼辦 涼拌 我們也是那種碰碰硬氣 還有急診就急診 那沒有那可能就是說 再往台東這樣子 數數看35萬能做多少事 買台二手車當然沒問題 如果努力存 兩三年就可以買下透天錯 以武院院長每個月的薪水 三十萬又四千九百二十元來看 還低於台東成功醫院 開出的徵才價 這種價碼都可以請上 兩位部會級首長 偏偏在台東醫院成功分院 35萬的月薪還是請不到醫生 到底問題出在哪 我們目前的需求 大概一個是腎臟科醫師 一個是復健科醫師 一個是一般外科醫師 結果都沒有人打電話來問 偏向環境不吸引年輕人 除了缺少休閒娛樂 還要醫師離鄉背井 加上醫療器材老舊 很多醫生都大探 根本使不上力 所以你要讓一個醫師 長期待在這種鄉下的地方 哪怕是給他兩倍薪水 他都不見了願意 一般公立醫院的醫生 月薪大概十萬塊上下 他東醫院向中央政府求援 開出一個月35萬薪水的價碼 要來搶救醫師荒 只是到目前還看不到成效 記者賴詠誠 洪俊瑋 台東報導